今儿个呢咱们就继续聊聊这个在美国的奇怪中餐 但是今儿咱们不聊小曲奇了 咱们聊两个大菜啊 聊聊的名人菜 菜名中带着名人的名字的名菜 你说什么 反正我也没听懂 第一道啊 李鸿章杂碎 第二道啊 左宗堂基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我们打算先说这个杂碎 杂碎 chop sweet 这个名字还挺逗 对 这个chop sweet呢 在美国出现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此杂碎非笔杂碎 咱们吃的都是那种内脏杂碎 对 他们吃的这个不如说就像是肉丝炒菜丝 也就是鸡肉丝猪肉丝豆芽丝青笋丝青椒丝洋葱丝等等 你打坏板呢 我在 爆菜名呢 前眼随语不要讲 是不是 简单来说啊 他们的杂碎就有点像是咱们的炒盒菜加小炒肉 其实我看着不太好吃的样子 我也觉得 但是我们的杂碎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们杂碎那得是心肝肺未尝组少一样都不成 你又会干吗 说起来我们又该提讲了 肝胆一匹肾 可能都有点问题 就跟这杂碎我们的杂碎可都有点问题 越说越恶心了 接着说啊 但是这个chop sweet 它就杂碎就行了 是怎么跟这李鸿章扯上关系的呢 那就得从头开始说啊 前眼随语不要讲 且听我娓娓道来 这菜呢 在19世纪 其实就已经存在于美国了 1896年啊 李鸿章访美 当时呢还上了新闻 这美国的中餐馆啊 他想我们得炒作炒作这个新闻啊 对不对 不然上哪赚钱的呀 对 所以就炒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跟你说说啊 据说呢 李鸿章 他也吃不惯西餐 所以啊就自己带了一个随身的厨师 有一天 哎 饭点到了 但是呢 上一顿剩的菜呢 就有点多啊 什么菜都有 于是呢 厨子就把剩菜全扔锅里面 随便炒了炒 说哎 您就凑我吃吧 这时候恰巧有洋人来访 这洋人说 你这一大堆是什么东西啊 我来试试 一吃就觉得 哎呀 I love it It tastes so good What is its name 这叫什么 李鸿章就说 没见过世面 这剩菜你都觉得好吃 这就是一锅杂碎 洋人就说 chop sweet chop sweet chop sweet 对 杂碎就是这么诞生的 这当然也是个故事啊 大家信不信有你啊 但是后来 不是说梁启超也去了美国 然后发现 这菜其实并不怎么样 还留了一段评语嘛 对 我给你念念这段评语啊 人其所谓杂碎者 烹饪略输 输 输 烹饪输 中国人从无旧识者 就说咱们不爱吃这玩意儿 简称就是做什么玩意儿啊 对 但是问题是美国人好这口啊 对不对啊 对 chop sweet这个词呢 已经是在美国啊 深入人心了 起码有两首歌的歌名上 就杂碎 一个是一个叫 System of a Down乐队的一首歌 名字就叫chop sweet 什么乐队 System of a Down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当时打屏幕上 反正我也没太听明白 另一个呢 是一首爵士乐 叫做 Who will chop your sweet when I'm gone 你先别翻译它中文名啊 让大家在弹幕里 翻译一下这首歌 一定要信打雅三个全都 Who will chop your sweet when I'm gone 所以说为什么 中国人早期在美国的时候 要做出这种 就是有点不中不洋 似不像的 对 这种似不像的美式中餐呢 第一是因为咱们正宗 第一呢 是因为咱们正 你看他教你怎么说呢 我知道了 我再来一遍 第一是因为本身中餐的原材料 在美国也不太好买 而且成本很高 第二呢 是因为就算你真的不计成本了 做出这个很正宗的中餐口味的中餐了 很多美国人也不一定会买账 他们觉得这个味不对 不合我的口味 所以也没辙 为了这个餐馆的生计 就必须要调整你的口味 去适应这个当地人的这个味 特别是在当时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那一段期间 中国人在美国是受尽了歧视和排挤的 除了开餐馆 他们其实也找不到什么 别说上升渠道了 就是能维持生计的这个方法都很难 也就只能是在这方面入乡随俗了 对 因为那段时期是美国排华法案生效的时期 那段期间中国人真的是 就是明摆着受歧视 真的是很惨的那时候 所以说啊 美式中餐的发展史 就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 就是对华人的歧视下的一个艰苦的奋斗史 就想知道更多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历史呢 可以看看我们在纽约拍的 《开放世界的唐人街篇》 是的 AV号在简介里面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 按照美国人口味发明的名人菜 人名人礼带 名人的人名人的菜 左宗堂鸡 General's Toast Chicken 对对对 是的 早些年有一个纪录片还专门去拍了 叫做《寻味左宗堂》 设置组跑到了左将军的老家湖南 然后在那边还找到了左宗堂的后人 但是他们问了一大圈 其实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是什么菜啊 就看了那个他们拿的照片 这是什么菜啊 为什么美国人全都知道 还吃这个左宗堂鸡啊 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左宗堂 但我却不知道左宗堂鸡是什么东西 是的 所以这个左宗堂鸡是咋来的呢 这得讲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个历史性的访问呢 当时呢 就是开启了美国人对中国 对中国人 对中国菜的一种巨大的好奇心 他们以前就觉得 什么杂粗叶啊什么的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就是中国菜了 但是呢 那次访华之后 他们就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觉得哎呀 这个国家原来还有什么四川菜 还有湖南菜 原来还有那么多菜式 我都想尝试一下 所以为人所熟知的左宗堂鸡 也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所以其实跟上一道那个名人菜 已经隔了好几十年 快一百年的时间了 对对 但其实你看美国人说是对这个 别的菜式 对别的菜式感兴趣啊 但其实还得是符合他们自己口味 这个左宗堂鸡也一样 其实也被魔改过了 他根据资料呢 本来是台湾一位叫做彭长桂的厨师 他根据湖南菜的那个口味 发明了这个左宗堂鸡 那我想应该是有点那种 那种辣口 咸辣口 咸辣口 对 但是后来被纽约的一个姓王的这个厨师 改成了这种 就是酸甜口的 也就是更适应美国人口味的那种 就美国人啊 就爱吃那种包着一层面粉 炸出来的鸡块 没有骨头的 然后还得酸酸甜甜的那种 你不觉得有点像那麦当劳的鸡块 蘸那酸甜酱的那种感觉吗 就那意思 他们就爱吃那种味道嘛 厚得慌 这是一道就是酸甜鸡丁类的菜 我感觉啊 有点像鸡肉版的糖醋里脊 就你吃过糖醋里脊的话 就是外面脆的包着一层面粉 然后里面是嫩的肉 但是它是鸡肉版的 还有就是那个波罗古老肉那感觉 也稍微有点点辣 但是不是肯定没有湖南菜辣 那毕竟啊 那肯定它不能那么辣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我以前跟我一个 从美国过来我们学校 交换的一个学生讨论过 他还说啊 我一开始以为 General Toshikin 我都不认识左宗棠是谁 我以为General Toshikin 就是一般的炒鸡 因为General除了将军之外 左将军嘛 General除了将军之外呢 还有一般的意思 他以为臭就是炒 中文的炒 一般的炒鸡 General Toshikin 他还会说 那不一般的炒鸡 是不是超级好吃啊 有很多美国人也不知道 这个左宗棠鸡 General Toshikin 来自于清代的 左宗棠左将军 General Toshikin General就是将军嘛 对 所以呢 就导致了很多 乱七八糟的念法 很多美国人也不知道 有叫什么 General Toshikin General Gow Shikin General Tong Shikin General John Shikin 什么都有 我们看那纪录片了 大家都说就我们就一代而入过 General Jotikin General Jotikin 对 就这种感觉 我们啊 在美国 我们虽然没有吃左宗棠鸡 但是我们吃了一个非常类似的 在Panda Express 就是叫熊猫快餐的那个地方吧 叫陈皮鸡丁 Orange Chicken 对 我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是那种 1.5倍或者两倍甜的糖醋里脊 就是很甜很甜 估计这个左宗棠鸡的甜度 应该差不了太多啊 好 那我们这期聊的名人菜 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一期呢 会聊一聊美国的小费文化 各位同学有没有被收小费的经历呢 如果你对小费文化有什么看法的话 那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素质酸梁 大家拜拜 那我们下期拜拜 什么叫下期拜拜啊 什么叫下期拜拜